A7S III 影片 其实我没有想过会拍这条A7S III 的影片 基本上我没有想过会买这部相机 但有很多原因, 结果我买了 有很多人有不同的需要买不同的机器 我有我自己个人的需要买这部机器 好了, 第一件事先跟大家开箱 不过其实如果大家对这部机器有兴趣 应该已经看过超过40个开箱 以及30个评论 所以这里我就不跟大家再开一次 实在太满了 我们就拿去开箱 好了, 斩牙间就只剩下白色胶袋 不是纸袋 我们的 我们的A7S III 已经到了 基本上它的机身 如果我没有了解错 它是和A7R IV 的机身基本上一致 一拿上手 和我拿开A7 III 最大的分别 就是它的机身再厚了 再厚多几代, 我恐怕它会变回单反厚 机身的按键, 我就不特别再跟大家说了 还有这个鬼死那么吵的耳朵 终于是不懂得自己摇摇摇发声 这个就是卡组织 差点忘记了, 反屏幕 反屏幕这件事当然开心 但我想说, 其实 我不知道几年之前 买的GH4 Panasonic 已经早已有反屏幕 拍到4K 还有全规模板的设计 好了, Expansion Port 真心, 当你开了屏幕后 所有线都顶住了 但说真的, Expansion Port 不放在这里 又可以放在哪呢? 全尺寸 HDMI 我对它非常喜欢 其实当你买来自绿的耳朵后 理论上是, 你要小心些 使用, 你是不需要加计器 调子的 但是MiC HDMI 不好意思 真是不胆不加 因为一扫就烂了 我之前的小HD 的香雞线 就已经刮烂了 幸好是烂线, 不是烂这个位置 烂这个位置, 这相机收到我真的不耽计 好了, 我们看看感觉感觉 五族防震, 对吧? 感觉感觉是1200万像素 唉, 真的是拍张IG相片 Facebook相片都可以的 都是用它来拍片的 好 好, 好像8月11日, 还是12日 订的 现在都10月十几日 刚刚两个月了 所以中间过程都为它买了一些东西 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买 CF 的Express Type A 的卡 因为这两个Dual Card Snod 就是两种卡都吃得很好 那我就决定是不买 因为现在其实没什么选择 只有Sony 价钱当然是企眼 独屎 我想等会多一点点选择 或者会多一点点容量 那时候我才买一张厉害的 希望Prograde 会快点出 但是, 你知道 Sony 的相机 对卡都挺 挺要求高的 所以你找一张更差一点的卡 它都不让你录 所以呢 我最后买了这一张 这一张就是叫做Qosia Coxia Kesia Qosia 我都不懂读了 免得被人说我读错音了 总之它前身就是东芝 是一张口碑都不错的SD卡 是日本製造的 但其实它是一张去到V90的卡 V90已经属于SD卡中 都叫做最快的了 几乎是录下所有 A7S Mavi 要求的格式 只有一种好像是录不到 就好像是4K 120 架 All Intra 是录不到的 其他都录到的 所以我打算顶着先 这张卡多少钱呢 这张卡我在香港买 大概是$1300左右 多过80GB 又便宜过80GB 先用着 进去 OK 舒服 先安装镜头 对它 给它 其实 这支是Size的Bartist 18mm 2.8 这支镜头买了差不多两年 最近它开始减价 其实这支镜头我用了两年 有很多次我都想放它 但到最后都没有 我幸好庆幸自己 庆幸自己没有放它 轻和它的对焦都快 所以我就保留这支 好了, 装 这样就可以开了 Oh, Yes 有反应了 嘩, 什么样子 只剩4% 有没有残忍了少少 为什么它会把所有资源 放在EVF 上呢 拍片我们很好笑用EVF 大佬, 你给这么漂亮的EVF 和我托吗 我真的希望你做这个屏幕好些 好, OK 那, 标准 哇, 我想这个标准 你真的看很多 但到你真的看实物 你会觉得它真的好了 你明白为什么每个人都说 很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实物就知道 字, 排序, 动画走动, 反应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你已经去哪里 它有那条刮鬼鞋给你看 哇, 还有触碰 哎, 反应有多少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A7C不行 A7C 如果里面的CPU 对焦, 做得不够快 应该顶不住这种反应 对焦就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应该开心仔 其他有些, 例如DUISO 的东西 它有DUISO 不过Sony 是不说的 那些我们迟一点再搞 主要今天是同意 我和自己开箱 和讲一下东西 好了,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自拍了 对呀, 我为了它 其实已经买了套笼 买了套笼 套笼, 其实我有想过转一下 因为我一直都是用这个 small wick 但其实最近都发觉 铁头这个牌子也不错 因为用开很少特意会转 摩人, 怪怪的 我觉得对一部相机来说 有套笼的机动性 和保护性都大了很多 这个底部的四分一孔 和这个螺丝 都可以用一支批就完成了 先拆掉这个东西 我现在明白为何它会顶住 你看它, 这一支是 扣起了 这样呢 这里要安装一粒螺丝 底部呢 就是要安装一粒螺丝 两点阔支持着呢 就是整个套笼是稳定很多 稳定很多 稍后再加多一点点 这里也是 然后放下来 不要不见了 好, 那就电池是没问题的 卡组织, 没问题的 顶 顶呢 就, 喂, 哥哥 你记住了Sony 的标准 之前他们的小比尔的套笼 例如我6400 那个就是 它太高了这个位置 所以你这个MI Hot Shure 是有点闪光灯 是安装不了, 顶住了 好, 我们换第二支镜 看看样子 这支镜 应该是样子的比例就会比较靓 这支镜, 我认为Sony 镜 来说算是佛心 是28mm 耳光圈顶焦 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现在这样了 喂, 这样我认为开始近磅了 开始近磅了 其实都是一只手锁了, 一只手锁了 OK的 那是时候呢 开一开机 我们设计一些东西 然后就试试它, 能录不录得到 这个门的声音很静 好 真的可以收工了 哎呀, 我觉得有时不见样子 说话都挺好 大家都是看机, 对吧 好, 收工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